乌来泰雅文化祭日前在乌来综合体育场举行 今年还特别邀请了日本北海盗艾努竹的朋友一同来参与 并且带来了精彩的泰古演出 新美式市长朱立伦在支持时就期许彼此可以透过文化的交流相互学习 让原住民的文化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 一年一度的乌来泰雅文化祭日前在乌来综合体育场胜达登场 乌来的泰雅族朋友们带来了精彩的舞蹈演出 为活动热闹揭开序幕 今年最特别的就是邀请到来自日本北海盗艾努族的朋友一同前来交流 精彩的泰古演出令在场所有人打开眼界 新美式市长朱立伦在支持时也期许透过彼此文化交流学习 让原住民族文化继续传承 当然日本的北海盗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彼此学习的地方 把我们的观光旅游 把我们的圆明文化传承交流 使我们这次欢迎来自日本的贵宾 以及各地的好朋友另外一层的意义 每一年的来参加我们泰雅文化祭 都能够感受到我们Diane的热情 今年的泰雅文化祭主要以泰雅风貌来进行各项传统竞技 弯会锯木头 射箭 杯新娘 负重接力 岛米等等 每一位参赛者都卖力的参与比赛 展现了泰雅族十足的热情与活力 记者综合采访报道